这个小旅馆乍一看还不错 其实这是一所不凡的监狱 你敢信吗 据说有网友看了后 迫不及待的想要被关进去享福 这里不仅可以看电视玩游戏 打牌下棋 监狱甚至还给犯人 配备了营养均衡餐和美女寓警 仿佛就怕他们活得不够滋润 这种奇特的改造方法 是出于什么考虑 最后对犯人的改造效果又如何 本期就让我们一起去这所 豪华监狱一探究竟 在德国维特里西县 有一所世界级的豪华监狱 750名囚犯正在里面度假 像菲律宾监狱 那种六七十个人 挤在一个牢房里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在这里发生 这一所监狱连集体宿舍都没有 每一个犯人都住在 带独立卫生间的单身公寓里 狱警每天早上六点来查房 他们会挨个打开房门检查 伙伴们可能好奇 这一方法如此繁琐 为什么不直接通过窗户查看呢 原因是为了保护犯人的隐私 这里的牢房大都是没有窗户的 即便有也会封上 预警通过钥匙开门 也是为了提醒犯人 如果你正在做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 得赶紧停一停 58岁的奥多玛 有幸成为这所监狱的一员 因为出去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 所以他更愿意在监狱里待着 这里包吃包住 除了没有人身自由 生活各方面的幸福指数都挺高 别看这房间不大 里面的配置可是非常齐全 电视 冰箱 游戏机 储物柜 茶 咖啡 烟草等 应有尽有 奥多玛美好的一天 从煮咖啡开始 然后打开电视 看看新闻 或者做一些简单的身体锻炼 吃过早饭后 就可以看书 或者尽情的玩游戏 这里没有一小时的时间限制 也没有女朋友来打扰 简直就是宅男的天堂 就这样的监狱 称它为监狱主题的酒店 可能更合适一些 狱警就像服务员 游戏玩累了 想喝点热水怎么办 可以按铃叫客房服务 狱警会给你送过来 就这样养尊处优的生活 监狱还担心客人会厌倦 呃不对 是担心犯人会厌倦 没有成就感 因此他们会提供一些工作机会 比如去洗衣房干活 洗衣房的工作比较轻松 因为大部分都是由机器完成的 他们一个月可以赚到 约1700块人民币 监狱方面规定 犯人最多只能花一半的钱 剩下的会帮他们存起来 出狱了再连本带利一起给他们 这主要是让囚犯们 以后生活有个保障 这可真是为囚犯们操碎了心啊 除了他们的父母以外 还有谁能这么设身处地的为犯人着想呢 如果他们厌倦了洗衣房的工作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旁边还有个面包房 有专业的面包师会教他们怎么烤面包 不过 由于这项工作 杀人比较方便 因此 有一定的门槛 只有幸运良好的犯人才能干 工作中不可避免的 会用到各种杀人工具 所以刀具的进出都必须签字 严格管控 狱警为了自身安全 通常会随身携带这种特殊的警报器 他一拉线或者身体发生倾倒 都会触发警报器 除非他们站着英勇就义 不过就这所监狱的条件 囚犯们一般也不会乱来 他们都非常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入狱机会 这些工作并非是强迫劳动 都是由犯人自主选择 像奥多玛这样不想工作的 就可以一直待在房间里玩游戏 或者看看书 看看电视 如果在房间里待腻了 那可以出去透透气 每个犯人每天 都有90分钟的户外活动时间 可以选择早上或者晚上出去 此外 奥多玛还可以到操场上运动 比如骑自行车 打篮球 或者踢足球 当然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 千万不能动手 全城都有监控 这也算是监狱里 为数不多的管控手段了 做完户外运动后 奥多玛回来 打算洗个澡 淋浴间都是标准配置 不像其他监狱一样 囚犯一逮的机会 就会拼命洗 这里每天都可以洗澡 只要错开时间 你还可以单独洗 那就没人跟你抢 当然 也不会发生丢肥皂的事情 洗完澡后 奥多玛打算再去吃个晚餐 美滋滋 监狱方面 仿佛生怕犯人们 待得不够舒服 这里的食物 比外面吃得还好 犯人们可以尽情享用大碗捞饭 一日三餐不同样 除了德国人最爱的火腿以外 还有酸菜 生鱼片 青豆汤等 这些食谱 由专业的营养师定制 既保证犯人们营养均衡 同时也照顾了他们的饮食习惯 饭菜做好以后 不用他们出门 会专门送到囚犯们的房间 就这样的条件 竟然还有囚犯抱怨 比如鸡蛋要吃五分熟的 火腿要煎的两面金黄等 这是真把监狱当成了酒店 放在其他监狱 恐怕早就被狱警给拍死了 说到此 这所监狱里竟然还有一所医院 不是诊所 是医院 而且会定期邀请外面的专家来会诊 看病不用挂号 不用付费 有些病人在这里住到死 医院还会进行临终关怀 这所监狱比较讲究人道主义 他们的管理理念是 让犯人们失去人身自由 就已经是对他们的最大惩罚 至于身体上或心理上的折磨 根本不存在的 不知道受害者的家属 看到这样的待遇 心里作何感想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 就刚才说的这些条件 还不是最豪华的 在这所综合监狱里 有一个地方的条件更好 这个地方关押着150名青少年 他们犯的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重罪 而是一些打架和酗酒的行为 因此监狱给他们特殊照顾 以教导为主 惩罚为辅 刚关进来的新人 不会马上关到监区 而是被安排和其他菜鸟呆在一起 连狱警都刻意安排了美女 而且他们不穿制服 必须穿便装 目的就是为了不吓到这些 涉事卫生的小朋友 在生活娱乐方面 监狱想的就更周到了 电视是最基本的配置 棋盘游戏也不新鲜 没事大家还一起做做饭 打打球 为了完成对他们的改造 监狱会准备一些心理学课程 同时这些犯人也可以去监狱里的厂房工作 他们的报酬比成人监狱那边还高 一天可以赚到约230块人民币 对于这样周到的安排 监狱方面表示 这是为了让犯人更加有成就感 充实对生活的信心 看看这天堂般的生活 再看看这监狱的围墙和铁丝网 怪不得有网友说 这铁丝网不是用来防止犯人越狱的 而是防止外面的人爬进去蹭吃蹭喝 如此诱人的待遇和宽松的环境 最终改造效果如何呢 这效果嘛 不能说是很差 基本上是没有 这些犯人出去后 再犯罪率依然很高 可能是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差异 监狱希望通过人文关怀和自发劳作等 帮助囚犯们进行心理重建 从而降低犯罪率 维护社会稳定 这出发点是对视错 不好评价 但是从结果上来说 这显然是失败的 州长说 如果实名囚犯进来 出去后能有三个重新开始 那也算成功 俗话说 求其上者得其中 求其中者得其下 求其下者则无所得已 如此说来 有这样的改造效果 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 这样的监狱毕竟是少数 绝大部分监狱都是很玩命的 就像前几期讲的监狱 犯人进去后 能洗心革面 出来后永不再犯 这才是监狱存在的意义 最后问题来了 如果邀请你 到这所监狱里体验生活 你能撑几天呢 挪威的这所豪华监狱 建议大家不要看 我怕你看着看着 就想进去 在这里 狱警和囚犯 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犯人进来的时候 狱警小姐姐陪他们聊天打牌 犯人出狱的时候 狱警又眼含热泪 一一送别 一个个杀人魔进了监狱 反倒过起了奢华的生活 这里就是被囚犯 称为七星级酒店的 哈尔登监狱 哈尔登监狱地处挪威的森林 总共投资约14亿人民币 监狱坐拥4500亩园林 配套有教堂 医院 图书馆 健身房 足球场 娱乐室 录音棚 假如你想住进去 要经历以下这些流程 通往监狱的道路 风景秀丽 经过两道铁门 就到了监狱 初次见面 狱警就像迎接贵宾一样 和囚犯亲切握手 然后第一时间 把手铐解开 囚犯需要光着身子 接受检查 坦诚相见后 狱警会带囚犯 去他的私人牢房 说是牢房 其实更像是酒店套房 连见多识广的主持人 也发出阵阵惊叹 整个房间干净整洁 配有液晶电视 冰箱 橱柜 床 以及独立的卫生间 蹲坑和洗澡 都绝对私密 不用和育友 共享一块肥皂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家具 都是找北欧的设计师 专门设计 为了让犯人们觉得舒适 房间内 特地安装了直立式窗户 打开后 可以享受到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以及充足的复养离子 当然 最最离谱的是 牢房外面 竟然挂着很多世界名画 专门供囚犯 驻足欣赏 在挪威 不管犯下多严重的罪 最长刑期 都是21年 杀人犯 除了在监狱里 刑期更长之外 待遇和其他 小偷小摸的犯人 完全一样 这个大叔 因为谋杀 被判了17年 可看他坐在沙发上 和玉井侃侃而谈的 淡定模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哪位官员 专门利临监狱 指导工作 还有这个帅哥 一身休闲打扮 在走廊里晃荡 你以为他是工作人员 实际上 这个杀人犯 这所监狱 一共关押着 250名犯人 但是却有 350名狱警 为他们提供 贴心服务 为了不让囚犯 有心理压力 他们普遍 不配备武器 并且超过一半 都是面容 较好的女狱警 因为监狱担心 男狱警 会对犯人 产生压迫感 每10个犯人 共用一个客厅与厨房 客厅里 还配有慢跑 跑道和音响 狱友之间 可以随意交流 开开茶话会 或者听听音乐 狱警不但不干涉 甚至还会参与进来 因为监狱鼓励 男狱警 成为囚犯的好兄弟 女狱警 成为囚犯的知心姐姐 看着温馨的场面 像不像是一家人聚会 监狱每天 给囚犯们提供一顿饭 其他的都需要 他们自己做 食材可以 从监狱的超市购买 这里的商品 琳琅满目 外面超市有的 这里基本都有 值钱嘛 他们可以自己去证 监狱有几个 现代化的工厂 给囚犯提供 各种工作 并且致力于 把他们培养成 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比如这个 面色和善的光头墙 他叫加索尔 因为走私 约700万人民币的 毒品被捕 如今是个 手脚麻利的清洁工 还有厨房里的 这个帮工 他是美国人 叫安东尼·戴维斯 他这双打鸡蛋的手 曾经捧的是篮球 NBA落选后 本想着来挪威 追求篮球梦 没想到篮球没打成 就因为强奸 先进了监狱宣造 如今被关了五年后 他学会了一手 不亚于山东蓝祥的 烹饪技能 这个叫基德的大叔 当年杀了一个 抢他生意的毒品贩子 现在浪子回头 在监狱里刻苦读书 每天早上起床 一杯咖啡提神醒脑 然后收拾好书包 就去上电工课 通过几年的学习 如今的技术 不亚于硬度投电工 最幸运的要数这个小伙 他叫奥多玛 年纪轻轻 去犯下盗窃抢劫 谋杀等三十多个案子 已成为监狱的常客 他本来是在其他监狱服刑 最近刚被转到这里 等于一下子 从贫民窟搬进了大别墅 看起来 这一个个杀人犯和强奸犯 进了监狱 仿佛都变成了三好学生 但是 如果你是个百烂之王 就不想学习 也不想工作 怎么办 没关系 监狱也会惯着你 你可以睡觉看电视打游戏 狱警一概不管 或者去监狱的娱乐室 这里面有录音棚 吉他 钢琴 架子鼓等 你想到的 想不到的都有 囚犯们可以到这儿来 发掘自己的艺术戏剧 专业的老师 会来做艺术辅导 每周都有两次课 监狱的理念是 假如像对待动物一样 对待犯人 犯人就会变成动物 反之 如果给予犯人尊严 犯人也会变得尊纪手法 因此 狱警们被鼓励 和囚犯成为好朋友 能动口尽量不要动手 平时聊天打牌 睡觉时互道晚安 出狱时 一一息别 成了这所监狱的常态 当然 为了从思想上 彻底改造囚犯 而不是把犯人打扶 监狱对狱警的要求 就非常高 他们得精通管理学 心理学 伦理学等 这样才能定期 对囚犯们进行心理辅导 帮助他们重回正轨 即便是对于捣乱的犯人 狱警们也秉持着 以德服人的原则 在全副武装后 他们会通过牢房的小窗 对囚犯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 如果说的口干舌燥 还是感化不了 他们才会冲进牢房 将犯人制服 为了避免粗鲁的抓捕行动 对周边的囚犯 造成心理阴影 监狱还贴心的建了一个 地下通道系统 通过这个通道 可以将犯人悄悄的关到 一个单独的房间里 如果犯人到了这里 还不老实 那狱警会将其 捆绑在一张小床上 让其动弹不得 这就是哈尔登监狱 能做到的极限惩罚手段了 不过这种大刑 在监狱十几年的历史上 总共就用过一次 毕竟这样有人情味的监狱 大多数囚犯珍惜都来不及 在如此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下 从哈尔登监狱出去的囚犯 再犯罪率确实达到了世界最低 30年前 挪威的再犯罪率是70% 现在只有20% 但是相对应的是 昂贵的运营成本 每个犯人每年要花费 约80万人民币 假设一个囚犯住了10年后 出去再犯罪 等于800万打了水漂 因此哈尔登监狱 一直争议不断 很多人觉得 政府应该把钱改善平民生活 而不是浪费在这些犯罪分子身上 但是面对众多质疑 管理者坚持认为 监狱是改造犯人思想的地方 不是让犯人受苦的地方 进了监狱 已经失去人身自由 这本身就是一种惩罚 在这里过得好一点 出去后 他们才能有社会认同感 重新做一个好人 乍一听 这话好像也没什么毛病 不过犯人进了监狱 反倒比普通民众过得更好 这确实令人费解 也许这就是文化和思想上的差异 不过 小伙伴们看完本期内容 千万不要产生什么不好的念头 并不是所有监狱都是哈尔登 咱还是做一个 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去北极看极光 是很多人一辈子的梦想 然而这所监狱的囚犯 可以天天看极光 你说气人不气人 丹麦的这所豪华监狱 看起来就像冰雪度假村 囚犯们住豪华单间 这个咱勉强能接受 可以打游戏玩手机 这个咱也咬咬牙忍了 但是你说囚犯可以自由进出监狱 是不是就有点过分了 更过分的是 他们在服刑期间 还可以扛着猎枪 去海上打猎 这到底是度假村还是度假村 之前咱们讲过 德国和挪威的豪华监狱 但是和今天这所监狱比起来 那两个真是起重级 吊狗尾巴草 不值一提 这所完全不顾观众死祸的豪华监狱 位于丹麦属地格陵兰岛 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屿 面积超过216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20个浙江省那么大 然而人口却只有5万7千人 还不到浙江省人口的千分之一 其中大部分是土著居民英纽特人 也就是艾斯基摩人 虽然人口不多 但是格陵兰岛的暴力犯罪和性犯罪率 高居世界前列 谋杀率是美国的两倍之多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这里都没有监狱 犯人会被送往3000公里之外的丹麦服刑 近几年才修建了一所监狱 里面关押的都是格陵兰岛最危险的罪犯 记者加苏尔打算去这里铁生活 去监狱的路上 当他看到大海和无敌雪景时 还在苦思冥想 不知道这所监狱的囚犯会失去什么 后来体验过后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失去了烦恼 和大部分监狱一样 进去时都要赤身裸体 和狱警坦诚相见 据说是为了避免手机 武器毒品等违禁物品被带进监狱 然而加苏尔进去后就发现 这看似严格的检查是多词一绝 因为这所监狱里什么都有 不够的狱警还能给你送过来 检查完后 狱警带着加苏尔乘电梯去牢房 通道旁还摆着一台自动贩卖机 这场景看起来很像酒店的大堂 监狱整洁的环境 北欧峰的设计 绝美的景色 以及热情的狱警 让加苏尔差点忘了自己是来服刑的 对此狱警解释道 他将要入住的区域是监狱安全等级最高的A区 据说这里关押的都是最危险的杀人犯 然而一走进牢房 加苏尔震惊的合不拢腿 这参客一体的大客厅 还有杀人犯可以随意取用的刀具 这就是所谓的安全等级最高的区域 玉境带着加苏尔来到了他的牢房 这是一个豪华单人套间 里面有液晶电视 游戏机 冰箱 橱柜 还有一个干湿分离的独立卫浴 看起来比挪威哈尔登监狱还要高级 玉境指着门上的按钮说道 有需要随时按这里呼叫 这贴心的细节设计 养老院都自会不如 加苏尔还在暗暗感叹 结果下一秒就有两个囚犯过来串门 原来平时玉境根本不进入牢区 犯人在里面可以自由走动 这两个一脸和善的小伙 其中一个是杀人犯 另一个也是杀人犯 他们经常跑到别人房间 大家一起吸毒 以求度过枯燥的监狱生活 看到欲有这热情的态度 还有这豪华的配置和自由的氛围 让加苏尔再次怀疑 自己是否参加了一个夏令营 这个小伙叫帕克 在他的盛情邀请下 加苏尔来到他的房间做客 桌上摆着DVD和游戏机 这里插个题外话 据说曾有一个杀人犯 觉得游戏机太旧了 而且游戏款式也不够多 把监狱给告了 离谱的是最后竟然还胜诉了 除了DVD和游戏机 加苏尔还发现了一部手机 结果帕克说 这没什么好惊讶的 因为这是监狱免费发放的 人手一部 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 打电话给任何亲人或情人 想打多久打多久 然而就这绝无仅有的待遇 囚犯们却还不知足 他们嫌弃这手机不能上网 所以他们还有一部智能手机 这一番骚骚错 把加苏尔听得目瞪狗呆 与帕克聊完天后 他来到了客厅 这是一块公共区域 囚犯们没事 可以聚在这里 聊天打牌开party 犯人们的状态都无比放松 预警在他们眼里 是可以忽略的存在 客厅旁边就是厨房 设备齐全 各种杀人工具应有尽有 杀人犯们可以尽情发挥 这个叫哈登的哥们非常热情 做了一顿三明治 为加苏尔接风起沉 他和毒贩交易的时候 把毒贩给干死了 因此被判终身监禁 哈登的弟弟是一名警察 有时会带着妻儿来看望他 只不过这愉悦的氛围 怎么看都不像探监 倒像是来庆祝哈登 乔迁新居 监狱的娱乐活动很丰富 他们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 这里说的户外就是真的户外 不是其他监狱那种 只走出牢房 而是大摇大摆的走到监狱外面 可以看见海豹或者鲸鱼 囚犯们会使用血铲锻炼身体 也可以玩玩铲血鸡 其实血铲不铲无所谓 主要就是欣赏一下 格陵兰岛的无敌血景和绚烂极光 据预警说 这样能给他们的心理带去很多安慰 监狱会定期开设心理辅导课 囚犯与工作人员欢聚一堂 贴海豹做手工 其乐融融 周围没有一个预警 由于格陵兰岛人口稀少 囚犯和工作人员基本从小就认识 比如这位女士 就是帕克以前的老师 如果坐累了 他们可以去抽烟室 一起闲话家常 无论抽多久都没人来管 相比这些 最让人震惊的是 囚犯们可以离开监狱 去外面工作 剑士军讲了几十期监狱 这真的是独一份 约基奇就是其中一员 他走私了超过一百万英镑的毒品 被判了两年监禁 其实这老哥是个惯犯 不过最近因为有了老婆孩子 所以决定金盆洗手 他的工作是在码头的一家船厂 父子维修 每天早上开着自己的车 离开监狱去上班 赚的钱比预警的工资还多 他白天出去上班 晚上回监狱睡个觉 第二天早上再出去 看起来就像把监狱当酒店 还是不花钱的那种 连约基奇自己都承认 晚上六点监狱就要关门 就在加索尔打算离开的时候 约基奇的一句话 又给了他一顿暴击 作为一名服刑犯 国家花钱把他关起来 但是看起来没有任何意义 他能来去自如 关键这所监狱 号称是最高安全等级的监狱 莫非这最高安全等级 指的是囚犯在里面非常安全 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还能随时出去和女孩约个会 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 为了维持英纽特人的狩猎传统 监狱甚至允许囚犯外出打猎 此时加索尔已经被雷的外交里 他与一名叫奥多玛的囚犯 坐船出海狩猎海报 在闲聊中 加索尔得知他也是一名杀人犯 因为杀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被判了八年监禁 听到这里 加索尔吓出一声冷汗 船上就有一把射成1800米的猎枪 如果自己被抛尸大海 那这一期的收视率肯定爆表 奥多玛说 杀完人后他就得了抑郁症 不过加索尔在他身上 没看出一丝抑郁的迹象 甚至还满脸写着高兴 囚犯们过得这么潇洒 那么狱警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大部分时间 就是在控制室看着监控 基本不会进入牢区 据狱警解释 这是防止给犯人造成紧张情绪 如此自由的管理方式 遭到了诸多外界人士的批评 就连狱警内部都有不小的争议 有狱警认为 囚犯无组织无纪律就不说了 竟然让他们在里面自由吸毒 这简直是一个笑话 但是监狱长却有自己的管理理念 他觉得想要让一个人变好 就不能使用铁笼和惩罚手段 必须把他当成一个人看待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 囚犯们确实过得非常潇洒 也充分享有了作为人的尊严 就是不知道那些被害者的家属 做何感想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建设今后大家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